也太离谱了 去年6月腾讯请求法院 冻结了老干妈1624万的财产 原因是老干妈拖欠广告费 结果老干妈立刻回队说 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和腾讯有过商业合作 而且我们老干妈从来不做广告 现在我们已经报警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的时候 事情来了个神转折 贵州的公安局发布通报说 抓到了三个骗子 是他们伪造了老干妈的印章 冒充老干妈和腾讯 签了1000多万的广告协议 而且我查了一下 这1000多万广告费的用途之后 事情就更幽默了 大厂如腾讯 为了这1624万的广告费 也是真的够卖力 先是设计和制作了各种QQ飞车 联名老干妈的海报 福袋礼盒 然后还大价钱买了 老干妈飘移火辣辣的微博热搜 更搞笑的是 还有QQ飞车的职业选手 在腾讯的节目里大吹 什么老干妈真好吃 我们教练就是吃他吃胖的 为了让甲方爸爸满意 还用心创作了一个 老干妈与腾讯的真人IP漫画 整个广告宣传 从19年4月一直做到了20年 为了这笔广告费 腾讯算是见缝插针的 替老干妈做广告 结果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 不但拿不到一分钱 还成了全网笑话 终于在29号经过一年多的审理 骗了腾讯的这三人 分别被判了12年 7年和6年 虽然案子是判了 但是整件事也是真的够离奇 一般来说这么大额的广告合作 审核和流程都是非常复杂和严谨的 而且正常也应该会有预付款 像腾讯这种一分钱 没有收到卖力干了大半年的情况 也十分罕见 只能说看不懂